9月2日,李亚鹏在微博上晒出童年照以及和老同学重游故乡乌木齐的照片,并透露适合相识30年的同学以及故乡给予的力量出发。 照片中有一张李亚鹏穿着蓝色短袖,带着太阳镜,张开双臂做拥抱蓝天白云状,另外和老同学的合影,看出一行人是在湛蓝的天空和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都玩得很嗨,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风光及美景。 李亚鹏感慨称,旅行有很多,故乡行有不同,他是由子回到母体的补充能量之旅,尤其是这次,感谢相识30年的同学们带着你们和故土给予的力量再次出发。 早几日,李亚鹏就在微博上晒出一组回乌鲁木齐参加30年同学会的照片,在这组照片中,李亚鹏身穿浅蓝色的T恤,有在学校操场上坐在单杠上的微笑留念,也有和一群同学的合影,其中一张身穿格子衬衫戴墨镜的照片,背景显示了照片的拍摄地点,乌鲁木齐八音中学。 李亚鹏更是晒出当年学生时代青色的集体合照称,回到乌鲁木齐市参加中学同学相识30年聚会,岁月如梭,人生无常,祝大家一切安好。